台南市政府开口唱国歌 而针对台湾就中华民国言论呢 在升旗典礼上没有多做回应 但是前往永康车站的时候 他再次发表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言论 而且他还点名 国民党跟总统都必须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唱国歌 国歌一相亲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 先是迟疑了一下 才慢慢开口跟着唱起国歌 台南市政府一早七点举行升旗典礼 蔡英文和台南市长赖清德一同出席 现场受到民众簇拥抢着握手 还有小朋友特地来献花 但对于大人口中说的洞蒜 他却很不给面子的始终不开进口 那请蔡英文什么 洞蒜 蔡英文 洞蒜 参加完升旗典礼 蔡英文接着从台南保安车站 坐到了永康车站 发表了永保安康的宣言 针对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的震撼言论 并没有多做回应 但却点名马总统应该也要有这项认知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这是一个台湾社会应该要有的共识 那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国民党跟总统也可以往这个方向来思考 缺席了总统府前的国庆大典 就近选择参加台南市政府的升旗典礼 蓝绿支持者目光都集中在小鹰身上 中天宣传陈胜义高梦柔 SNG小组台南报导 而蔡英文除了参加台南市政府的国庆升旗典礼之外 还特别拜访了纪录片吴米勒昆彬博 他对现场农民说如果选上就加码 这个老农津贴一千元 不过人到台南就是没有顺道拜访扁妈 反而在昆彬博这停留最久 再来看到